我知道 我一直要到今天小时吧 杯子其他乌克利利自弹自上 仿佛真的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着他们飞 万非天使们尽管飞得慢 烹饪编织或是包装月饼都难不倒 在飞燃疫情冲击之下 天使们用他们可以的能力 贡献一己之力 企业呢 还有一些社会大众 他们都缩减了预算 但是呢 社府的工作是不能够中断的 所以呢 我们到截至目前 统计下来 今年的一个募款 到目前为止大概是缩减了三成五 社府团体也遭受疫情波及 各界捐赠大幅减少 上半年上款金额跌幅高达三到四成 食品企业基金会在中部 攜手30家社府团体 发起三倍爱心做公益 希望透过公益的捐赠 让社会持续来关注弱势家庭 儿少还有老人福利 以及身脏等议题 希望大家在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理由的同时 也能留一些善心 艺人们也加入爱心行列 企业基金会年年送满到全台各地 今年加码三倍追 让更多弱势团体都能受惠 也希望在艰困时期 要大伙一起报复性做公益 这里是我们张俊阳和台中报道